说起孩子,我们都有一种保护欲,尤其是自己的孩子,更是那种碰在手心怕掉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宠爱。 疼爱孩子是每一位父母和家人都会去做的事情,这一点全世界的父母都一样的,男孩是家里的调皮鬼,女孩是家里的小棉袄。 说起子女谈恋爱这件事,许多父母就会变得谨慎孝心,尤其是对于逗寇年化的女儿,作为中国的父母更是怕女儿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,影响她的身心健康。 14岁陈康迪正处于谈恋爱阶段,近日陈奕迅女儿陈康迪被拍到和一男生的甜蜜互动行为,外界猜测陈康迪目前正处于谈恋爱的阶段。 目前这一说法也是得到了陈奕迅妻妻子徐豪盈的大方回应,她表示自己其实早已得知女儿在谈恋爱,对于这件事自己并不感到惊讶,惊讶的是如何拍到陈康迪和男方照片的。 从母亲陈康迪的回应中可以看出,徐豪盈担心的并不是女儿谈恋爱这件事,更担心的是女儿和男方会因为此事受到外界舆论的影响,担心男方家人也会受此牵连,给男方家庭造成不变。 陈奕迪华,谈恋爱,哦,乖乖女。 陈奕却对于女儿谈恋爱这件事,也是很开放的态度,她觉得应该给女儿自己独立的空间,等到她想让我见的时候,她自然就会带男方见我。 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,爸爸对于女儿的宠爱真的是满满爆棚,网上各种爸爸宠爱女儿的动图,看到女儿结婚哽咽, 女儿生子感动的图片,不得不说,女儿还真是独立爸爸宠爱。 娱乐圈里面也有许多宠爱老爸,黄磊,周杰伦,张学友。 对于女儿早期谈恋爱这件事,他们也是有着自己的看法。 1.黄磊,黄磊带着多多参加爸爸去哪儿,节目中也是对多多的成长十分地看重, 多多的每一个善良的举动也是时刻俘获着黄磊的心。 对于多多以后恋爱这件事,黄磊表示女儿15岁左右恋爱很正常, 因为青春期的女孩就是懵懵懂懂,情都出开的,这也是我们人本身最自然的东西。 黄磊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,但是对于早恋这个词,用在孩子身上却是很浑淡的一个词。 2.周杰伦,自从周杰伦与昆琳结婚后,周杰伦便开始作为一个模范老公出现, 有了女儿后的周杰伦,也无法破除爱女狂魔这个称号。 在一档节目中周杰伦也是表示,要把最好的留给女儿, 这里心疼一下周杰伦儿子Ramu一秒。 对于女儿交男朋友这件事,周杰伦调侃道,大断她的腿。 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,但是周杰伦对于女儿要有男朋友这件事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担忧。 3.张学友,对于女儿Zoe以后交男朋友,张学友简单直接地说, 给我过目没有意思,直接通知我就好了,大家知道就可以了。 这种完全撒鸭子不管的做法,做父母的还是尽量不要去做, 毕竟父母也是女儿前行道路上的老师,不仅仅是父母,也是良师一友。 陈一勋夫妇的做法为什么正确? 女儿到了一定年龄肯定会出现情窦初开,懵懵懂懂的现象,这是正常的, 关键是这时候家长要作为前辈去指引他如何正确度过懵懂期。 作为爸爸,做法要正,正这个词不仅仅是正确, 更是正确,首先陈一勋表示不会过多的干涉,给他自己的私人空间。 14岁不仅处于懵懂期,也处于叛逆期,孩子很想要自己的私人空间, 不想让父母把自己当成一个需要整天监管看护的婴儿。 这时候父亲需要做的就是给孩子空间,尊重,关心他的选择, 其次就是要适当地进行情感沟通,完全放任孩子去做决定, 难免会出现差错,这个时候父亲需要及时和女儿沟通。 作为妈妈,做法要由徐豪颖表示自己早就知道女儿谈恋爱一事, 并且面对采访也丝毫未感到惊讶。 这就是妈妈应该做的事情,第一时间得知女儿的恋爱, 但是不要过于惊讶,作为女性,和女儿的沟通机会更多, 也需要向她传授一些正确的恋爱知识,让女儿正式恋爱。 徐豪颖还表示自己见过几次男孩子, 作为妈妈,能和女儿沟通好,去见女儿的男朋友, 可以说妈妈在女儿心中是温暖的,柔软的, 更是让女儿知道妈妈一直在关心疼爱的自己。 女儿谈恋爱这件事,父母无论是支持也好, 反对也好,都要以孩子心理释放为主, 能让孩子主动正确地接受一些观点, 进而在父母的指导下有自己的主见, 才会对孩子以后的成长有更好的帮助, 父母也才能和子女更融洽地相处。 最后借用寒寒的一句话, 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造恋或者偷识经过。 无论什么样的年龄,只要双方喜欢, 心甘情愿,任何的感情。